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今天是2021年10月13日 今天中国队对战沙特果不其然又输了 有没有机会都往回传 前锋找中场,中场找后卫,后卫找蛮将 蛮将开大脚,毫无担当,看场面 不知道的还以为中国队大比分领先呢 最终中国队2比3负于沙特 四战一胜三负的中国队在这个强弱分明的小组 基本上已经铁定无缘出现 因为小组第3也没有多少可能 那咱们要问了,为什么李铁如此使用规划球员 从12强赛开始以来,李铁对于规划球员的使用就充满争议 而李可的受伤呢,使李铁最为看重的中场防守 少了最重要的规划力量 事实上呢,李可的商区对于李铁的打击巨大 从无锡到持中国,李铁国家队在后要位置的短板 从来就没有被弥补过 虽然国族是常常丢球 但是我们需要承认的是 蒋光泰一直就是国族后防发挥最初次的球员 如果没有蒋光泰,以中国国产中卫的表现 严俊林肯定会再有若干斯门内捡球的机会 对战沙特的下半场 从阿兰到罗国夫 我们看到了国族12强赛最好的45分钟 米鲁对此的观点是 既然规划了就要学会使用规划 因为规划确实比国内球员强 也许洛国夫没有支撑全场的体能 也许阿兰的守卫能力还达不到李铁的要求 但是当我们看到对战沙特的下半时的国族 充满希望活力的踢法 就知道规划球员们用脚投票 其实打的是李铁和中国足球的脸 那中国的联赛 为什么本末倒置的全面为国家队让路呢 从40强赛到12强赛 中超联赛再次被牺牲后 人为割裂为若干个近乎毫不相干的部分 几乎所有国家的联赛 其实都是所在国家队的存在基础 而中国的联赛呢 为国家队服务已经成为他们存在的理由 计划经济和爽轨制 仍然困扰着中超联赛和中国足球 说明中国足球的改革依旧任重而道远 哪怕在国家队如此不堪的情况下 中超联赛和中国足球杯的被割裂和仪器 说明国家队的利益永远被置顶的表象之下 国家队依然在掠夺式的使用中国足球最核心的资源 本末倒置和银齿卯粮依旧是中国足球在全世界独一分的特色 从卡玛乔到李皮 中国男足国家队外籍主教练的超级高线 让中国足球一招被蛇咬十年趴紧声 于是呢 中国足球的小学生用不着大学教授的奇葩理论 再次善消传上 不得不承认妙小妖风大水深王八多的理论正确 于是呢 从贾秀全到李铁 中国足球的各级国家队再次被各自的中国教练所垄断 这些教练的水平基本上是马马虎虎 他们共同的特征是走到现在的位置 更多的不是因为水平 而是因为江湖 都说中国足球是越来越跑偏了 其实啊 中国足球就从来没有跑正过 一方面呢 因为硬件水准不够 中国足球这部国产车从来就是吃它严重 根本就不知道正常的感觉 另一方面 中国足球的操盘者 他们种种的不懂装懂 我们只能理解为选择性的遗忘和得过且过 于是护着世界第一的运动 在中国式的规则的管理下 已经成为带刺的玫瑰 在所有的旁观者都觉得他可远观而不可泄完烟之后呢 彻底成为了少数人的永远独武的看上去很美的游戏 那为什么成绩论在毁掉中国足球仅有的清训 上午赛季CBA 山东西王队主教练 龚小斌在电视节目上就山东与广东的清训差距敞开心扉 龚小斌说 正是山东清训以全运会为周期的组队原则 导致他们完全达不到广东清训的水准 看看 现在山东南南的清皇不接 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守着金饭碗淘饭吃 因为山东南南守着几乎是全中国最好的篮球人才库 却始终为自己的空位和小前锋的人才断档而寻求交易 确实是废宜所思 事实上 以全运和奥运为周期的足球清训 同样呢 也在扼杀中国本来就已经若有若无的青少年足球 各地的体育局都把女足奥运名单当作香波波往里塞人 以图自己能够凭借奇葩的全运金牌分配方式而从中牟利 而全运会联合队的如愿夺冠各地方代表团 见着有份的金牌分配 让中国足球的丑陋嘴脸暴露的清清楚楚 那为什么投资人在远离足球 从中朝本赛季开赛前江苏苏宁的解散 到现在广州队大概率的被广州体育局的托管 乃至河北和重庆队越来越成为事实的难以为继 我们看到的最明显的事实是投资人正在远离中国足球 地产公司的衰落是主因 因为中朝联赛说白了其实就是地产足球 所以当广州队面临生死时刻 所有的球队都禁若寒蝉 因为广州队就是他们自己 虽然优胜劣汰永远正确 但是当投资人的热潮过后 中国足球被彻底抛弃在沙滩之上 忍受着波涛汹涌和风大欲吹 那为什么给人的感觉是中国足协没有作为呢 事实上足球和篮球是中国职业化最成功的项目 上赛季的CBA 在疫情的影响下 CBA的总亏损为6000万 而现在的中朝联赛呢 完全就是一笔糊涂账 这里面有姚明的鲜血 而应称出的更多的是中国足球界的种种不堪 所以咱们认为 哪怕就是在中朝层面 中国足协作为不足 或者可以武断的说 根本就没有多少作为 现在的12强赛事 四轮比赛过后 中国男足已经无缘卡塔尔世界杯的残酷事实 让中国足球的赛前准备 包括所谓的精神力量的参与 基本上全部归零 基本上我们可以理解为 中国足协除了豪狠的掏钱 完全就没有作为 从国足选率到国家队构成 再到赛前准备和中朝联赛的崩溃边缘 中国足协在过去的两年的表现 没有达到要求 那为什么中国足球被世界指望 却又被世界遗忘呢 12强抽签结束 从亚足联到国际足联对于中国队的分组 结果是相视一笑 显然外部力量都已经尽力了 因为中国强大的购买力 哪怕因为疫情影响出国观赛的中国球迷注定是寥寥无几 但是中国球迷的庞大基数也足以成为卡塔尔世界杯的财神爷 说白了 中国足球被世界指望 就是因为他们惦记着中国人的钱 当中国队无缘世界杯又注定会被世界迅速遗忘 因为在足球的世界版图中 中国足球的处境就是要了你的房 要了你的地 就是不要你的人 因为中国足球的低水平 起码短期内这就是中国足球的宿命 那为什么中国教练给人的感觉是一倍不如一倍呢 2019年南篮本土世界杯 周期的波兰籍事件使中国南篮小组未能出现 著名篮球解说杨毅在评论中国南篮主帅李南的表现时说 从杨波庸白金圣到现在的李南 中国南篮教练的文化水平 由大学直接堕落到现在的初中文化 于是中国南篮的主教练水平是一倍不如一倍 中国南篮的水平也就可想而知 著名财经评论员叶谭 如此评价中国的娱乐圈 说这个圈子很特别 基本上没有受过太多良好教育的人 掌握着太多的社会资源和娱乐资源 所以导致妖魔鬼怪横行 现在的娱乐圈就是资本的大佬操控着一帮初中生追求一张张脸的过程 杨毅和叶谭的话同样也适用于中国足球 对战沙特的比赛明显无疑的暴露了离体的短板 从上半场的完全不自信到下半场规划拳上之后的火力 完全就是在打离铁和中国足球的脸 从对战澳大利亚前15分钟云里雾里的高压踢法 被阿诺德找到破解气门之后的三战出局 到对战日本的彻底归宿 再到两球领先越南后的被迫追平和对战沙特的彻底进退失据 离铁明显就是在重走气无声的老路 我们不得不佩服20年前 荆州体育场响彻全场的换离铁的呼喊的前瞻性 不论是业务能力还是文化自信 离铁用四场比赛说明他扛不起中国足球的大旗 那为什么现在的中国已经越来越不需要足球这项运动了 基本上现在的中国已经很难再看到成群的孩子踢球的身影 一方面小生出后的学业压力 让家长在孩子和足球之间残酷的选择了割裂 另一方面负面不断的中国足球让家长出于恐慌 对于这个名气不佳的职业选择了天然的抗拒 女足世界杯有一个主题曲 叫我踢球你介意吗 不客气的说 现在的中国家长但凡孩子有点别的天赋 都不会让自己的孩子选择足球 一方面独生子女的众多使孩子被排除在危险运动之外 另一方面从乒乓球到羽毛球 中国孩子的体质下降也使他们适应不了足球这样高强度的运动 于是中国的孩子在远离足球 而他们的家长们呢 则是陶醉在五大联赛和欧洲杯世界杯和孤冠之余 更多的时候则是把中超联赛和国足理所当然的垃圾表现 当作是愤怒管理的出气筒 所以说啊 基本上未来几十年 这就是中国足球的朴实定位 一切都无可挽回的走向庸俗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